所以这地方又有两个效应 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一个产量效应 一个价格效应 这是要 其实有一些看起来有点啰嗦 但是这地方实际上对加拿大分析很重要 所以就反复在讲这个问题 所以最后落实到图形上 这地方是一个需求曲线 这是代表不同价格下企业面临的需求量 同时要注意它是一个平均收益曲线 当你把它看成平均收益曲线的时候 它实际上自变量和应变量要颠倒一下 就是说当你看成需求曲线的时候 它是价格和产量的一个价格对应的产量 但是当你看成平均收益的曲线的时候 就应该倒着看 比如说在3的时候 它的平均收益是多少 所以就应该比如说是8 这个灯我给他们说了很多次 他们都没有去换 所以当产量是3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想生产三个价格 就应该是8 实际上这就意味着 在产量是3的时候 你的平均收益是8 所以需求曲线和平均收益曲线 这是完全对应的 完全对应的 那我们把这条线解释了 然后这个是很关键 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是说 你的边际收益总是要小于价格 或者换句话说 你的边际收益总是要小于平均收益的 这个道理我们已经解释了 对吧 已经解释了 所以当你卖一个单位的时候 你的平均收益是10 但是你的边际收益只有9 因为这个差 恰好就是你这个价格 就是一个价格效益 对吧 就是说你多卖这一个单位 使得原来卖的产品价格下降一个单位 这样你新增9个收益 又减少了一个收益 所以相当于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减1 这地方加10 对吧 加10就是减1 所以只有9 就只有9 所以这样就带来一个 总是你可以看到 总是遇到这种情况 而且这个差会越来越大 对吧 开始你只是一个单位少卖一块钱 然后下面就变成两个单位少卖一块钱 然后一直下去 所以这样你 你这个 这两个线距离就越来越远 你的这个价格效益就越来越大 因为随着Q的增加 同样DRTP的变动带来的 这一项就越来越大 这一项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永远和价格成一个比例 所以这个就会带来这种情况 所以接下来的东西就跟前面的分析又一样 所以这一项唯一的区别就是你要画出一条 不同于竞争企业的编辑收益曲线 在竞争的企业它编辑收益曲线是一条水平的 和市场价格完全相等的一条水平线 在这儿呢 你要画出一条向下倾斜的编辑收益曲线 而且要比需求曲线要低 对吧 所以这样呢 剩下来的事情又回到原来的 这个分析的框架 就是要使得编辑收益等于编辑成本 使得它的利润最大 然后呢 这个要注意 这个确定的是产量 很重要 相当于你解一个方程 这个方程是让编辑收益等于编辑成本 你解出来的这个解是什么呢 是一个产量 是一个产量 所以这个地方是 你的企业考虑 在这个地方考虑的是编辑调整 是产量的编辑调整 就是说我增加一单位产量 我有一个编辑收益 同时有一个编辑成本 那么我要增加到什么样的产量下呢 就可以使得利润最大呢 就是要编辑收益等于编辑成本 所以在这个地方确定下来的是一个最优的产量 那么根据这个最优的产量呢 在什么地方找到这个价格呢 就是对应的需求曲线上找到价格 我们看一下图形 为什么这句话非要在这强调一下 就是有时候就会犯错误 因为你看了图以后 因为图形的好处是直观 图形的害处是 你会把图形背后的逻辑 有时候可能给忘掉 所以这地方关键就是 首先 先把这条件去掉 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是根据 这是需求曲线 这是编辑收益曲线 这是编辑成本曲线 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所以他们的焦点在这 编辑收益和编辑成本交在这 所以这个地方确定什么东西呢 确定一个产量 这是你要求的这个Qmax 利润最大的产量 但是可能有的同学会把这对过来是价格 那你就犯了巨大的错误 这对过来不是价格 价格应该一直往上 在需求曲线上 找到价格 所以是这样的 所以你觉得这样很别扭 这个从数据上是完全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很别扭 你就首先记住一点 这两条线的焦点 对应的产量是利润最大的产量 然后你再想这么一个问题 说我要生产这个产量 我能够收的最高价格是多少 那就可以想一下应该是在这 因为你既然追求利润最大 当你选了一个产量的时候 你肯定要说我在这个产量下 我希望找一个最大可以卖的价格 这样才是利润最大 所以在这个产量下 你最大可以卖的价格在哪呢 在这 你当然可以在这个价格下卖 没有人反对你 在这个价格下卖 但是显然你可以 本来可以卖这个价格 对吧 你定这个价格 你也能卖这么多 所以你的利润最大的价格 肯定是在这 绝对不可能在这 如果你想做一件 社会公益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价格下卖 对吧 如果你不想的话 你还是应该选这个价格 所以不管怎么解释 你就不要 你这种关键是不要把这个 所以最终的这个 企业的这个产量是在这 价格是在需求曲线上来确定 所以这是需求曲线 表示出以这种数量 相一致的价格 所以这个是需要明确的 所以这个图是有一点别扭 这个图其实有两个点都很重要 一个是A点 就求出你的最大的产量 一个是B点 求出你的最大的价格 所以它为什么别扭呢 因为我们原来的最优点 都只有一个 在竞争市场上的时候 是一个点 A和B不会出现两个点 都对应着一个最优的解 市场均衡也只有一个点 这个竞争企业利润最大 只有一个点 那个点即使产量也是价格 但是在垄断的时候呢 就比较别扭 你要找两个点 所以有时候会比较痛苦 但是这个 你只要把这个逻辑搞清楚了 我想也是就那么回事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好 这就是这些个最重要的东西 就在这个图上了 根据需求曲线 可以求出编辑收益曲线 然后加上编辑成本曲线 可以求到焦点上的最优的产量 然后呢 再根据需求曲线 找到价格 所以这个是 就是基本的技术的 这个过程就是在这儿 比较一下 这个地方 垄断竞争企业价格等于编辑成本 垄断企业价格大于编辑成本 这个从刚才这个图上也能看出来 垄断企业编辑成本在这儿 A 对应它的编辑成本 价格呢 B 价格大于编辑成本 这是必然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编辑收益曲线 总是在价格下面 而你的产量永远是要 取在编辑成本曲线上的 所以显然 就是低于价格的 这个编辑成本 这是由这条蓝线比 这条深蓝色比浅蓝色线 要低 保证的 对吧 所以垄断企业价格大于编辑成本 竞争企业我们知道 价格是等于编辑成本的 这两个式子非常有意思 仔细看这两个式子 这后面是一样的 MR等MC 编辑收益等于编辑成本 任何企业 不管是垄断竞争 还是垄断竞争 还是寡头 都是这样 这一条是万能 差别在这儿 这个差别实际上是从一种 我们刚才讲了 完全是因为企业面对的需求曲线 不同带来的差别 对吧 对竞争企业来讲 企业面对水平的需求曲线 价格就正好要等于编辑收益 对垄断企业来讲呢 这个它面对一条 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价格就大于了编辑收益 需求曲线高于了编辑收益曲线 所以这样最终推出来 就是说P大于MC 这个P等于MC 所以这个中间是有一个逻辑的 对吧 这个逻辑就是 这个等式体现出来 第二个是等号 第一个是 它们差别在第一个上面 所以这样就推出来 一个是价格等于编辑成本 一个是价格大于编辑成本 那么当然你要问个问题 垄断企业价格比编辑成本大多少 对吧 那么我们说这个实际上 我们将来学集 在中微的时候会讲 这个取决于需求的弹性 取决于需求的弹性 所以你可以想象 它肯定跟需求有关系 因为这个大于号 实际上是由需求曲线来决定的 对吧 所以肯定是跟需求弹性有关系 但在这我们就不展开了 那么理论上讲 可以非常非常大 还是想象一下比尔盖茨 对吧 这个比尔盖茨生产一个 视窗的编辑成本是多少呢 大概就一两美元 等于这个紫晶超市里边 这个空白光盘的价格 可能最多上幅一点点 对吧 所以很小 但是价格呢 上千美元 对吧 几百美元 所以这个价格比边境成本 能够大出几十倍上百倍 对吧 所以可以大到这个程度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比尔盖茨某种角度讲 确实比较可恨 对吧 这个价格能比边境成本大这么多 但是他可以说 平均成本很高 对吧 所以这边有不同的概念在那 如果你这样让他卖到价格 等于边境成本 他基本上也就 早就死了 对吧 就是说 这个负债来一点也肯定 因为他的平均成本非常高 所以 所以 看你怎么来理解了 所以每一版教材上 都有一张漫画说 比尔盖茨说 我是垄断者吗 这个表示很气愤 这个 这个没什么好说 这个就是你要算一下利润怎么个求法 总收一点总成本 然后也折腾一下 这个没什么太大意思 这个 就是还是你要把这个平均成本曲线给画出来 你为了算这个利润 但是你要这条线一定要最后画 要不然特别乱 你先把什么利润最大的这些点呢 全部都求出来 这个 这个 这个求利润最大价格 然后你再把这线画上去 然后看一下 这个刚利润怎么求 这个产量是由这个点决定的 所以产量在这儿 然后价格在这儿 然后呢 你的平均成本呢 在这儿 最后把这平均成本找出来 然后这个面积就是利润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为了 有时候你为了把利润表示出来 就要这样来做 如果这个题目没有让你求垄断利润 你就没有必要把这个平均成本曲线画出来 然后反而比较混乱 好 这条线其实有很多的用处 这条线还是有些用处 我们可以看 所以每个图都有它的用处 我们可以看垄断利润能够有多大 想象一下 垄断利润 它的范围在什么地方 你可以想 我们经常说垄断者获得高利润 那你是不是在想 垄断者这个高利润 是不是意味着 它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显著区别于零的正利润呢 我们说不一定 为什么呢 这地方有个很巧妙的办法 可以改变它的利润 但是却不改变它的产量 就是你 让这个平均总成本曲线 往上或者往下移动 满足一个条件 它的最低点 一定要在这条线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们前面证明过 平均总成本曲线 最低点一定在边际成本曲线上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你想获得一个垄断企业的不同利润的话 你就做一件事情 你就把它的这个 MC曲线来回的上下移 就等于是做一个动画 所以这个图画起来就比较复杂 画很多线 所以这是D 这是MR 这是MC 好 我现在这地方画一个平均成本曲线 是这样的 就跟输上这个比较像 有可能是这样的 AC 它产量总是在这 我不想动产量 我不想动MC 我只是想看平均成本变动 带来的影响 那你要问一个问题 说我能不动MC 只动AC吗 当AC变动的时候 会不会MC会跟着变动呢 我们说当然有可能 但是我们可以找一种情况 AC变动MC不变动 什么情况呢 我就改固定成本 对吧 我把那个固定成本往大往小 随便调 所以我们说垄断利润可以非常的小 甚至可以是零 在什么时候呢 你把AC挪到这 甚至可以是零 对吧 当然这个画得有点不太好 最低点应该在这 suppose是画对了 对吧 这可以啊 你这个地方 你画在这 不影响任何的分析 产量还在 你这个地方不对 这个地方画错了 所以这个画图还是要 有时候你想和画图不一样 对吧 应该是在这 所以利润最大化产量 还是定在这 因为MC没动 但是这你上来以后 你会发现 就这是零利润 但你说零利润能不能不成产 那我就稍微往下挪一点点 对吧 但还是正利润 但是 所以垄断利润可以非常小 甚至可以是负的 如果再往上就是负的 负的它就不生产了 对吧 就是说这个市场上 我哪怕是让它完全垄断 它还是生产不出 有利润的产品来 对吧 所以这有可能的 对吧 假如世界上生产光盘的材料 突然变得稀缺 比尔盖茨定再高价格 可能他都赚不了钱 所以就空白光盘 当然这个影响了编辑成本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我这考虑是固定成本 比如说软件开发人员 突然都得病 没有办法进行研发了 影响它的固定成本 也可以变大 对吧 你让它往下挪 可以变大 可以变大 所以这是可以改变它的利润 另外有一个问题 我们下面其实是有用的 就是说垄断者的产量 是处于AC曲线的上升阶段 还是下降阶段呢 还是说都可以呢 就是说我这个产量 垄断者的产量 是处于AC的下降阶段 还是上升阶段 还是说有可能两种情况 都会出现 所以厨已经告诉你答案了 对吧 这种情况下是处于下降阶段 AC下降它在这生产 这种情况下呢 上升阶段对吧 所以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秘密 那这些秘密可能 有可能考试的时候出现 就是说 好 我再重复一下 这个图 如果你想看这个垄断利润 能够有多大的变化 那实际上很简单 去移动这个AC曲线 你其他曲线千万不要懂 因为这样会很复杂 主要是为了简化 我只是想说明一种可能性 这样我就不需要考虑 MC变动 所以我可以把垄断利润 弄得很小 我只要把AC往上拼命的挪 我也可以把垄断利润 弄得很大 我把AC拼命往下挪 另外我可以看到 在垄断的最优的产量下 它可以是 AC曲线上升部分 就是大于有效率规模 比如说这种情况 它也可能小于有效率规模 可能小于有效率规模 所以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是一些 可以从这个图上看到的一些 你不太容易注意到的事情 垄断者获得经济利润 所以它有个条件 很重要 这里边垄断者获得经济利润 逗号不是巨号 什么条件呢 价格必须高于平均成本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道理 垄断者未必能够获得经济利润 当你的AC高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即便是垄断者也可能是亏的 所以价格必须高于平均成本 这句话是一个有限制性的条件 所以它没法保证价格大于平均成本 但是必须要加上这个条件 好 下面这个图 我们说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为了证明垄断 获得高价 我们去市场上去找这样一种 一个实验 相当于是一个实验 所以经济学讲叫自然实验 经济学发明了很多很奇怪的词 其中一个叫natural experiment 因为大家都知道实验是人为的 没有什么自然 自然实验这纯粹就是一个语法错误 自以为实验都是在实验室 把设备摆好 找很多人来看 这才叫实验 所以经济学给你整个词 自然实验 说这是自然界做的实验 基本上就是胡编乱造 但是它意思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找一种 自然界发生的情况 它跟人做实验的条件完全吻合 所以人做实验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要保证其他条件不变 然后看这个其他某一个因素 我们感兴趣的因素的影响 那么这个实验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要看垄断和非垄断的区别 那我就构造两种实验条件 我找一个市场 这个市场是完全垄断的 我再找一个市场 这个市场是竞争的 除了这条这个市场上 所有条件一样 就是说这市场上的成本 需求都没有变 唯一改变的就是这个市场的 这个生产者的个数 所以在一个药品市场上 很容易找到这种情况 为什么呢 药品有一个专利保护期 当在专利保护期以内 它就是垄断的 在专利保护期结束以后 变成竞争的 那么在这两个不同的时期 我们可以当然有一点 有一点近似 就是说认为它的需求没有变 人们因为专利取消以后 这需求不变是指的 需求曲线不变 不是指的当价格下降的时候 人们不会多买 不是这样 只是说在同一个价格下 人们会买同样多的药 不会因为专利保护期取消 大家一看说 这个药没有专利保护了 不管价格有没有变 我都想多吃一点 这个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需求曲线不变 然后生产成本不变 这个地方 这个假设应该说比较强一点 就是说 当你这个市场从垄断变成竞争以后 照着说应该有很多企业来生产 我们假定 不管是一个企业生产 还是很多企业来生产 它的成本不变 因为这个假设也还可以 因为这个药它的边际成本 关键是这个地方 是个边际成本的问题 它基本上不变 因为生产药的边际成本 就是原材料 这些加工 对吧 因为专利主要是保护它的生产技术 它并不涉及到一些 比如说独特的配方 独特的一些成分大概应该没有这个 所以在专利保护期之内 给定这个市场需求 给定这个边际成本 这一方画成水平的 大概一个是符合现实 因为可能要的边际成本 很大程度上是水平的 另外一个可能也确实是分析起来方便一些 你可以想象成稍微有点倾斜 也对我们的结论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在专利保护期内需求曲线 边际收益曲线 边际成本曲线 然后在这儿找到利润最大 这是垄断的情况 所以它一定意味着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价格 然后过了专利保护期 由于有市场竞争 价格基本上要在 大家知道边际成本曲线 基本上就意味着是供给曲线 在竞争市场上 这里我们假定每个企业边际成本曲线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均衡就在这儿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也是有保证 因为你边际收益 总是低于需求曲线 所以需求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焦点 肯定对应着一个更大的产量 当然同时也就意味着 更低的价格 在这儿等于边际成本 这个太极端了 这个地方实际上可以允许 边际成本稍微倾斜一点 所以这样你在专利保护结束以后的价格 就低于了专利器的价格 换句话说 如果我实验当中观察到 自然实验观察到 专利结束以后的药品价格 确实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低于了专利器的价格 我就可以说我这个垄断理论 基本上是对的 但你可能说 为什么要证明它是对的 刚才分析了一大堆 不是说明它确实是对的吗 那就是经济学讲的两条腿走路 第一个要讲逻辑 说你这个理论推导是正确的 第二个你这个理论推导是正确的 也不能保证你的理论就是对的 那就要求有实际的 现实的观察来 从讲证据这个角度来 来支撑它 所以这个药品市场这个例子 主要就是为了给出一个经验上的证据 证明前面这一套理论是符合现实的 所以这是它要做的这个事情 好 有没有问题讲到这 垄断 万一这个前面的分析 基本上是一个对它的一个 垄断行为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分析了 要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往下讲 可能有有问题 但是还没有形成为可以表达的问题 好我们下面讨论一下福利 就实际上是一个规范分析 前面都是实证分析 所以垄断 垄断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显然我们看到垄断收取了一个 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 在竞争的时候价格 就像刚才那个药品保护一样 对吧 专利保护的药品 在竞争的时候它可以有低价格 但是在垄断的时候呢 它就收了一个高价格 那么这个高价格好还是不好呢 当然 一般人都会说不好 因为一般人都是消费者 所以从消费者角度看 肯定是不如低价格好 但是呢我们要讨论社会福利的时候呢 经济学院的道理是说 你必须考虑所有人的福利 在考虑所有人的福利的时候 就不能忽视 尽管看起来很量人痛恨的企业的福利 所以企业的所有者来看 他非常喜欢垄断 获得了高价格 所以社会福利怎么样呢 这就面临一个 这是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说我们不能立即给出答案 因为社会福利是两个人福利的核 那么帮助我们给出答案的呢 就是要画图 所以我们前面 这是复习 前面告诉我们 什么地方是有效率的产量 一定要生产到社会的边际收益曲线 和社会的边际收益曲线的焦点 这个产量下 就是得到一个有效率的产量 任何一个违背这个产量的产量 都是无效率 所以这样我们来看 垄断的产量是不是违反了这个产量呢 我们说是这样的 当垄断者来确定产量的时候呢 它不是在考虑社会的边际收益 它要考虑自己的边际收益 自己的边际收益是小于社会的边际收益的 所以垄断者是要选这个点来生产 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 它的价格等于多少在这不重要 所以它一旦选择这点生产 它就背离了 有效率的数量 那么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呢 我们就可以说有一个无畏损失 由于它的产量低于了有效率数量 本来应该生产到这儿 它只生产到这儿 那么它就损失了一部分社会的收益 当然同时它也节约了一部分社会的成本 但是这两个的差是正的 就是说它损失的社会收益 是要大于它节约的社会成本的 所以这个面积呢 就带来了无畏损失 但这个分析呢 你可以说好像跟我们前面的分析不太一样 我们前面的分析呢 要分别考虑消费者福利的变动 比如说你把这一番划过来 假定这是竞争的市场的均衡 所以消费者福利呢就减少了这么多 生产的福利呢就不太好看了 为什么呢 生产的福利原来是这一块 现在变成这一块 它这两个面积不是相互包含的 所以如果你非要画呢 那就回去自己画一下 结论是没有变化 结论就是说无畏损失呢 还是这一块 因为中间这些消费者生产者福利 它有一个转移支付的问题 对吧 就是将当价格提高以后 消费者的一些福利转移到生产者 这部分呢不是社会的福利损失 那么除开这个转移的部分呢 还剩下了一部分 大家都没有得到 所以税收的无畏损失很相像 消费者损失一部分福利 生产者没有得到 那这个差呢就是这块 是无畏损失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分析都出来的都肯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有点类似于税收 有一个蝎子 生产者支付医院和消费者 消费者的支付医院和生产者成本之间 有一个差 导致消失量小于社会自由量 这仅此一条可以保证 它一定有无效率的情况 所以垄断的无效率呢 就是产量小于社会有效率的产量 有点像是正乖不幸 你可以看 其实有点像正乖不幸 因为垄断者考虑的社会收益 是小于真实的社会收益的 所以垄断者考虑的收益是在这 社会收益是在这 有点像正乖不幸 但这地方一般不说成正乖不幸 因为它是一个垄断特殊的情况 所以它个人得到的收益 私人收益小于了社会收益 所以这就跟正乖不幸的结论很像 它有未损失 它的产量低于了社会有效率产量 所以这是结论 这个结论就跟政府干预创造了条件 因为我们说效率标准是最低标准 在任何社会当中 一个无效率的政治 我们通常认为是一定要进行政府干预的 那涉及到势率公平 那就是更高标准 这个政策还要达到公平的标准 如果你没有效率 我们说至少有一个干预的理由 所以类似于税收的无畏损失 差别在于税收的情况下 政府得到收入 而垄断情况下 企业得到收入 实际上可能没有差别 我们前面讲过 有时候政府就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税收 所以去创造垄断 所以创造垄断也可以看成是政府获得税收的一种手段 对吧 政府获得税收的一种手段 所以还是回到这个问题 搞好国有企业究竟怎么搞好 是有讲究的 是通过竞争 改进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 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 包括对一些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考核的竞争机制 来增加国有企业的效益 还是通过 对吧 这是有区别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 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 至少我们可以讨论 这样的问题 好 我们下面简单提一下政府对于垄断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来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证明 说这个东西不好 对吧 有效率损失 怎么样来克服呢 有些办法很简单 有些办法不简单 所以第一个办法 第四个办法比较简单 第四个办法最简单 什么都不做 这个我们下面会证明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无为而至啊 有时候这个中国人讲 还是有道理 所以其实你想来想去 就真的是发现 还不如什么都不做 不改变现状 第一个呢 也比较简单 第一个道理上也很简单 如果一个垄断企业 不是自然垄断 那么它的垄断 纯粹是由于政府的干预带来的 那就取消这个干预就完了 取消这种管制就可以了 这样它就变成竞争的企业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 说这些企业它试图勾结起来 变成垄断者 这个 在美国曾经也出现 对吧 一些大的企业 它就试图进行合并 这样呢 当然政府就需要进行 这时候也比较复杂 也需要进行一些分析 来看是不是要进行阻止 所以说 但道理上讲比较简单 就是打破垄断 引入竞争 中间两种情况 我们待会再说一下 这个稍微要复杂一点 所以第一种情况就是很简单 用法律的手段 反垄断法 等等等等 来 遏制垄断 好 所以在美国也通过了多部法律 允许政府阻止企业合并 所以这实际上是很 政府对市场干扰的一种非常强大的说 你可以想象两个企业要合并 照理说跟政府没什么关系 政府要不管这事也就办了 感谢观看